关羽大义时荆州,是关羽还是刘备诸葛亮? 关羽关羽攻打相反,并是荆州的这一连串军事战争吕斯敏先生在秦汉史,里面讲到这样一个观点,这一系列战争的过程和结果不但是曹操没有想到的,也是孙权没有想到的,至少曹操和孙权都没有想到,战争的形势转化得那么快, 曹操想不到孙权想不到,到刘备就该想到,的确刘备肯定不会也想不到,刘备和关羽万万没有想到孙权,过去的朋友接盟友会跟曹操勾结起来暗部陈仓,也想不到吕蒙会把军队化妆,成商人悄悄地去抄他的后路,以至于等到关羽败走卖城的时候,任何援助行动已经完全来不及了, 作为开国创业之军,的一代枭雄,刘备虽然具备向汉高祖刘邦那样超乎常人的育人之术,但显然没有全盘战略充盘考虑的谋虑 这也就是刘备无法像刘邦那样开创帝王之夜,的根本原因所在在战术上有一点是,他提前应该想到,一旦拿下了长江上游的一周中游的荆州压力就会变得空,前因为赤壁之后,刘备只有湖南四郡的时候,他的力量还很弱小,孙权还可以不紧张, 但把整个川渝地区都拿下整个长江上游中游广大地区连成一片,孙权肯定紧张这一点刘备级,是没有考虑到的等到关羽丢了性命荆州,一主的时候刘备就感到紧张, 那事实上,即使不算建安23年曹人找事的战,都从建安24年算起这场战争,也打了大半年完全来得及派援军去,别看这大半年的前半部分,都是关羽的胜利状态,他把凡城团团为助眼看就要拿下来了, 暴回去的都是截暴有一点是不容忽略的关羽的兵力,用于牵制敌军是够用的,但是要拿下相反就远远不够, 这因此当刘备和诸葛两得知关羽水焰西军,准备一举拿下相反时就应赶快派重兵,加强荆州守卫支援关羽大刘备趁汉, 中王后的军事调动竟然是率领主力,再次进入汉中准备率重兵杀入秦川, 与曹操争夺汉中,这就和和蜀汉集团的战略独局,有观众所周知刘备着手实施的第一个的拦户户战略构想, 是朱格亮的龙中队县赵路,如下朱格亮龙中队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, 当时曹操势力强大,孙权立足江东刘备不能直接与职队抗因此应当, 跨有精益,建立其可靠的根据的与曹操,孙权顶足而立。 二,再夺取荆州和益州的同时利用,地势执政信义的于四海, 的声望招揽人才,内修正理,除不增强政治,经济和军事实力三, 在益州要妥善处理好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关系, 西和朱镕南府一月,解除将来北伐时的后顾之忧, 在荆州要结好孙权与孙权建立抗击曹操的联盟寺, 待天下有别。 在分兵两路,命依上将将荆州之军已向晚, 洛将军身率一周之众出于秦川北伐如此得, 霸业可成汉事可行, 总观后来的历史进程, 诸葛亮在龙中队,中队当时行事的分析, 基本上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为刘备集团制定的战略决策, 大体上也是行之有效的, 但是龙中队似乎也有他的问题, 朱大卫先生就指出, 跨有经,义,和,外结好孙权, 存在着极大的矛盾, 先生说,龙中队把荆州作为蜀国北伐中原的一个战略据点, 忽视了荆州在扬州上游, 关系吴国的安顾孙权, 对荆州事势所必争, 那否则便不能有吴国, 如果说龙中队有问题, 那么刘备集团中有没有出现其他战略规划, 那刘建安22年稳固了蜀中局势后, 刘备集团开始谋划夺取汉中, 其中以法政的建议, 最为详细我们姑且趁势为汉中策, 法政的汉中策分为两个部分, 首先法政通过局势分析指出, 汉中对刘备而言必打且能打, 然后法政提出了攻克汉中后的下一步计划, 蚕食庸, 梁广踏净土, 从西北的甘肃梁州方向进兵, 似乎就避开了在京中方向与孙权的争端。